一招就让萌新小白学会构图 很多人讲构图都会讲的天花烂坠 各种你听过的你没听过的名词都给你怼上来 弄得各位萌新一头雾水 这集与其说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构图 更不如说是一种练习构图学习摄影的理念 如果今天我一下给你灌输20个构图名词 再加上20张相片 相信我你记不住一两个 与其我装逼你懵逼 不如简单粗暴的来跟我学习这种理念和方法吧 打开相机设置 找到屈性器三乘三网格线这个设置 这时你离学会构图已经成功了一半 在拍照的时候 你看着画面里两横两竖四条线 将画面切成了我们长举的九弓格 你只需要遵循三个简单的原则 即可拍出还不错的照片 第一将主体人物置于纵向竖线 头或者眼睛等关键部位 位于某个横竖线交叉点 第二将地平线或者海平面等场景分割线条 置于三分之一水平线上 这点常用于大场景风景照 以及风光拍摄 第三 利用水平垂直等参考线 来让画面中间水平或者垂直的线条 与之平行 进而获得画面感官上的水平 说白了 一张好的照片肯定不能看着是歪的 这三点初恋以后 可以尝试打开参考线里面的另一个选项 三乘三网格线加对角线 尝试下之前的方法 再增加对角线构图或者三角形构图的方式 到那个时候 构图的学习 只是多看看别人的照片 多思考自己的问题 多思考自己拍摄过的照片即可 而那些玄学似的构图名词 你自然也能背出几个 甚至能编出几个 一代大师冉冉生起 摄影其实就是需要多拍多看多思考 这个系列的萌新相机使用说明 也差不多讲完了 最后 预祝各位萌新早日成为大师 在大师之路上 遇到更多的萌新的时候 想着把看过的老大的视频 推荐分享给他们 因为分享 所以更加